待业往生 只待旧业不待新业 请问新旧业的界限为何 在镜中里面讲 旧业是过去所造的 新业是现在所造的 那过去是几时呢 昨天所造的是过去的 今天上午所造的是过去的 现在前一分钟造的是过去的 那都叫旧业 都能带走的 不待新业是什么 现在造的 现在什么 现前一念 是那个往生的人 林明宗是最后一念 是阿弥陀佛 那他前一个念头呢 是叹诚吃慢 都没有关系 只要最后那一念 是阿弥陀佛 就行了 那听到这个说法呢 多造一天我也没关系 林明宗说我只把握最后的一念 就成功了 理上讲是如此 事上讲啊 恐怕到那个时候 你自己把握不住 最后一念 他真是冒出来了 那你一身全毁掉了 所以平常啊 就好像练兵一样啊 最后那一念是打仗啊 总要把他搞熟 熟透了 齐心动念 都是阿弥陀佛 那你就有把握了 还有其他的念头的时候 夹杂在里头 没有把握 这个道理要懂啊 所以这个新念旧念呢 是在现前 现前是新业 过去都是旧业 这个要知道 我们要认真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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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请看